大家很奇怪覺得說好像怎麼英系會出來特別關懷邱議長 在台北我們聽到的是英系大概已經開始慢慢做分裂 那在後蔡英文時代確實已經來臨了 當賴清德逐漸要定於一尊的時候 那英系恐怕會有分成兩派 一個是反賴一個是挺賴 所以會有一派是準備投靠賴清德 所以去給邱議長流言打氣其實也不必顧慮太多 因為他們也不敢明目張膽 因為賴清德挺不挺邱議長還在未定之天 我不斷呼籲清德兄賴主席應該要求賴議長辭職 為什麼?因為八年前你如何要求李全教議長 當時還沒有被起訴 你就不進議會234天 那賴主席要不要請你的從政同志黃偉哲市長 從今天開始也不要進入議會被尋 因為議長 副議長都被起訴 從起訴書裡面也可以看到很多蛛絲馬跡 在過去兩個多月來幾乎能聽到的能看到的 但其中有很奧妙的兩個部分過去沒有聽聞 就是包括李議員說那我可能會被開除 尤其是屬於國民黨黃沐心黨部的 那這黨紀一記被開除下次就等於結束了政治生命 所以他們說沒有關係 你如果被開除用五黨籍參選 所有經費我們會來donate你 而且選舉我們會幫助你 再來萬一你落選了 議員的薪水我們還可以按照四年給你發放 這個在之前就毫無傳聞 所以我肯定檢調辦案 科技辦案真的相當厲害 然後在這一塊部分還有提到 要請黃市長出來做擔保 為什麼黃市長會檢入其中 那地檢署有沒有約詢黃市長 不要弄得到最後又像陳中元一樣 檢調有沒有約堂我 那個案件現在又重啟調查 所以要補強證據 既然有譯文有聽到證詞有這一些 我想應該要請市長來說明 或是另案爭辦 那剛好年底是選舉大選之年 所以還是奉勸清德兄 此時此刻 揮類斬馬術 壯士斷完 這時候是應該當斷則斷 我也知道你對你的從政同志 一向要求都很嚴格 那不要僅限於傳聞 做一點榜樣出來 讓大家耳目一心 以清德兄的個性不會去做所謂的默認 那當然他現在也應該再收集更多的資料 那要一個說法 不過假如他是採取默認的話 那最後受傷害是他自己 那我想他的個性 他也是既餓如醜 這是他自己說過 我是選擇相信他 我對他的了解 說實在如果以現在的黃市長 比以前的賴市長 那是天差之源 天差地緣 那 可是大家對清德兄有這麼高的期待 總不能說只靠期待你就蒙混過去 要做一點事 用一點霹靂手段 展現清德兄捍衛官徵 那斷絕黑金的決心 你剛剛提到這個所謂的李全教條款 這一條叫做李全教條款 所以民進黨利用他立法院的多數 把他改成現在議會的投票 立法院不用 立法院選院長不必記名投票 奇怪 怎麼會這樣 那地方 法應該要有一致性 如果要 那就包括立法院也全部都要 如果覺得這個沒有對跟錯 記名投票也可以 不記名投票 一般我們法律 我們在表決 對於人就是採取不記名投票 人跟事是不一樣 那當時清德兄姬以義憤填膺 那後來他們又在立法院掌控多數 所以他覺得這個可以再這樣做 還他一個面子 當年是不是留以面子之爭 好那現在回過頭來 記名投票會不會造成 你更好買票 對不對 我跟你已經契約好了 你有投沒有投 我就知道 所以更容易引進黑勢力 黑到勢力引進來 我恐嚇你 我跟你講不要說你 像我 如果今天是我碰到了 我也會怕啊 對不對 我有家庭啊 我有妻子 我有兒子啊 我有家人啊 誰不怕 我們都知道啊 黑到的手段 無所不用其極啊 可是 你讓記名投票 然後讓他引進二勢力來恐嚇這個 有權力投票的議員的時候 那就會讓這個選舉變質嘛 然後就能鞏固 就讓有 有些人他就有機可證 他覺得我只要有錢 然後結合了二勢力 我就可以控制選票 所以讓人家敢怒不敢怒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 對人選舉採取不記名投票 你不知道我投給誰啊 因為你 無二不做 我表面上 我屈服於你的隱危啊 可是我投票的時候沒有記名 我就不投你啊 對不對 除非你零票啊 你才知道我不投你啊 只要有一票 我們五十六個都可以說 那一票是我投的啊 你無從查證啊 這個有他的保護的一個隱形的保護傘在 讓我能夠在自由意志的狀態之下去投票 可是你今天採取記名投票 我投給誰都不對啊 而且 反過來想 你跟我買票我不同意 你 你叫我投給 我本來要投給我的同黨主席 同黨的同志 現在你跟我買的不是叫我買給你喔 你叫我說我只要不投票 我只要投廢票 我只要投自己 就算成了 就算我已經滿足你了 因為 我投給你 你是一比一變成兩票 差兩票 我不投給他 投給自己 沒有投給你 你變成差一票 你等於多了一票 你也能滿足你當選的條件 那這變成讓會選的過程當中 有更多的機率跟途徑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 好